在清晨的灵静中 在夜晚的灯火下 每日与主同行 感受神的智慧和爱 我是阿清 让我们一起打开心灵之窗 让神的话语成为亮光 指引前行的方向 若失被迈到埃及 经文 《创世纪》三十七章一至三十六节 雅各定居在他父亲寄居的迦南地 以下是雅各和他家族的技术 若失十七岁的时候 常去目放父亲的羊群 他为自己同父而母的哥哥工作 他们就是他父亲的侍妾 辟拉和释迫所生的儿子 若失由把哥哥们所做的坏事 报告给父亲听 雅各爱若失胜过爱其他的孩子 因为若失是他年老所生的 一天雅各给若失一份特别的礼物 一件为他特制的漂亮长袍 若失的哥哥们 见父亲爱若失果于爱他们 就恨若失不跟他说友善的话 日天夜里若失做了一个梦 他把梦告诉哥哥们 他们就更恨他了 若失说你们来听我做的梦 我们在田里菌庄价 突然我的和菌站起来 你们的和菌都围过来 向我的和菌下拜 他的哥哥就说 那么你是想作我们的王吗 你真以为你会统治我们吗 他们就因若失的梦 以及他谈论梦时的神态 更恨他了 不久若失又做了一个梦 他再次告诉哥哥们 他说 你们听着 我又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太阳 月亮和十一火星星都向我下拜 这一次 若失也把梦告诉父亲 像告诉哥哥们一样 父亲宅被他说 你做的是什么梦 难道我和你母亲 你的兄弟 都要来向你下拜吗 若失的哥哥们都侄到他 父亲却想知道这些梦的含义 不久以后 若失的哥哥们到事件为父亲放羊 他们走了一段时间 雅各对若失说 你哥哥们正在事件放羊 你准备一下 我要派你到他们那里 若失说 我准备好了 雅各说 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和羊群 怎样了 再回来向我报告 于是雅各送约失上路 他就从 欺百伦谷的家往事件去了 他到了那里 当地有人见他在野外陪回 就问他 你在找什么 若失回答说 我在找我的哥哥们 你知道他们在那里放羊吗 那人告诉他 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 但我听见他们说 我们到多童去吧 若失就跟随哥哥们的行踪来到多童 在那里找到了他们 若失的哥哥们看见他走过来 远远就认出了他 他正走近的时候 他们就谋划要杀害他 他们说 那个做梦的家伙来了 来吧 我们把他杀了 雕进其中一个坑里 我们可以告诉父亲说 野兽把他吃了 看他的梦怎样实现 然而 里面听到了他们的预谋 却想救药失的命 他说 我们不要杀他 我们何必要人流血呢 把他雕在这野地的坑里就好了 不用我们下手 他也会死 里面暗自打算要救出药室 把他家还给父亲 药室一到 哥哥们就剥下他身上漂亮的长袍 抓住他 把他丢进坑里 那坑是空的 里面没有水 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 抬头看见远处有一队骆驼商队 向他们走来 那是从激烈来的以实玛利商人 用骆驼着树脂 香膏和香料 往埃及去 犹大对兄弟们说 我们杀死自己的兄弟 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那我们就不得不掩盖我们的罪行了 与其害他 不如把他买给这些以实玛利商人 他不仅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哦 他的兄弟都认同他的话 于是 当以实玛利人 就是迷甸的商人经过时 药室的兄弟 就把他从坑里拉上来 用二十块银子的价钱 把他买给了以实玛利人 这些商人 就把药室带到埃及去了 过了一会儿 里面回到坑边要救药室 发现药室不见了 就悲伤地撕破自己的衣服 回到他兄弟那里 哀叫说 那孩子不见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宰了一只山羊羔 把药室的褒子站上羊血 他们派人把那件漂亮的长褒 送到父亲那里 并带去口信说 看看我们走到什么了 这不是你儿子的褒子吗 他们的父亲立刻就认出了那褒子 说 这是我儿子的褒子 他一定是被野兽吃了 药室肯定被撕碎了 雅各便撕破自己的衣服 穿上粗麻衣 为药室哀悼了狠久 他的家人到来安慰他 他却拒绝接受安慰 说 我要进我的坟墓去 为我儿子哀悼 说着就哭了起来 这时 那些米颠商人到了埃及 把药室卖给了埃及皇法佬的神子 波提佛 波提佛是皇宫的护卫奖 波提佛是皇宫的护卫奖 尽心思考 药室哥哥们对他的质道 怎样演变成仇恨 甚至杀鸡呢 当你发现自己质道 或者怨恨别人的时候 你会怎样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多谢收听和谐频道制作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 读经日记 好开心能够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 一起研读圣经 灵命成长 欢迎你在我们的Facebook楼下足跡 明天见 明天见